兔崽子们 这是一部由导演和全部剧组人员 在战斗前前拍摄的一部战争电影 在拍摄过程中 为了保证真实 剧组人员和战斗人员同吃同住共同战斗 时时要面临着呼啸的炮弹 不知道在哪里 就会遇到地雷以及敌人的冷枪 可以说剧组人员在前前的 每一天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为了以防万一 剧组所有人员手里拿的都是真枪 全部合枪实弹 随时同敌人作战 就连导演要尖也随时插一把手枪 这就是1987年上映的十一集短剧 凯旋在子叶 剧中的突击部队逝世大会和壮行九 就是真实的部队出征 他们当时马上就要投入到 最激烈的战斗当中去 当这些突击队员到达前线后 部队的领导就告诉剧组 最前排的大多数战士都牺牲没能回来 更是感谢剧组给他们留下最为宝贵的画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次欣赏 这部经典之作 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粤军在老山者阴山进行了惨烈的两山轮战 一场大雨让这场激烈的战斗暂时停了下来 战士们躲在阴暗潮湿而又狭窄的茂尔洞里 但是即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他们仍然有说有笑 粤军炮火停止后 敌人又重新集结了一个团的兵力 向五连连长同船坚守的阵地发起进攻 划兵追 拦截射击 打他那儿梯队 真像秋风扫落印一样 啊 哈哈 给你跑步 打掉那个火力点 是 跑步 跑步 打掉越军的火力点 打掉越军的火力点 激烈的战斗结束后 武连以极少的代价打退了越军的进攻 战士们又一次回到了茂尔洞 但他们宁愿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 也不愿意在茂尔洞里躲着 这里密不透风 门惹潮湿 穿衣服怕虫子咬 穿上又闲热 终于武连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团长命令他们下了火线 将有新的部队接替他们 在知青下乡时 童川与忽视江曼在大西北相识相爱 当两人即将私定终身时 由于国家的政策变化 许多知青下乡的年轻人 都要返回原来的地方 就这样 两人分开 江曼回到了大城市的北京 而童川却报名参了军 两个人都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梦想 以两地书的形式维持联系 然而江曼的母亲不同意她和童川来往 暗中扣下了童川的来信 在新兵人情绪时 童川因为枪支走火 误伤他人 被判入于两年 绝望的童川 为了不耽误江曼的前途 给江曼写了一封绝情信 江曼看到这封信后 悲痛与绝 在母亲的安排下 江曼认识了一名军官林大林 自此 林大林对江曼开始了疯狂的追求 江曼一直忘不了童川 直到林大林与他要结婚时 他还通过同学齐小燕 给童川写信 让他来北京 那 江曼马上要和你结婚了 可他还让他的同学 写信给他的老情人到北京来 还是他们的劳改犯呢 林大林看到那封信后 恼羞成怒 单方面推迟了结婚的日子 他录制完江曼后 走出了大门 此时正好遇到童川 童川本想向林大林解释 哪知林大林却怎么也不听他说 1979年1月 越南无辜挑起战端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越自卫反击 童川与林大林立即返回部队上了前线 童川万万没有想到 作为新兵的他被分配在了五连 而五连连掌政是与他冤家陆宅的林大林 当童川爆出自己的名字时 林大林并没有与他握手 五连是尖刀连 在林战前夜挑选球渡过河的突击队员时 童川坚决要求参加 但林大林还是对他爱达不利 还有谁会有用啊 报告连长 我会 我在北京业余体校训练过 少年赛拿过名次 你叫什么 问什么打什么 你哪那么多说的 业余体校有什么了不起 拿过名次有什么了不起 这又不是拿紧派 问什么打什么 少啰嗦 毕竟执行任务 毕竟执行任务高于一切 林大林还是答应同川 与他一起求渡过河 很快 两人求渡过河成功 引导全联丞相皮州秘密求渡过河 占领了滩头阵地 由于越军占据有力地形 打得战士们一时间抬不起头来 同川更是表现了英勇 他不惧生死冲在最前面 当林大林看到后 怒斥了他的这种行为 你他妈找死你 我就没想活着回去 你 我走 连长 兵长命令 三个军队内都会搞定 知道吗 同川本想去执行 炸毁敌人火力点的任务 奈何他还没有入党 林大林命令三排长去执行 三排长被击中头部后 仍然坚持打掉了越军的火力点 同川抱起牺牲的三排长 他端起冲锋枪 疯狂地向敌人扫射 在战士们的猛冲猛打下 尖刀连五连 终于占领了越军防守的高地 战斗结束后 林大林与同川首次谈话 没准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要我看 你充气量不过是个250 想死还不容易 有的是枪子 我写血书从北大荒来 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你的父母亲是送你来当兵的 不是让你来送死 我从小就没爹没妈 你被劳动教养过 是 为什么 枪走火 为这个江班已知关照你 到教养队以后 我断绝了和他的来往 我希望赎罪 整个烈士城堂 这样才能赎我的罪 请给我个机会吧 我让你上战场 是要到底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不希望看到你被消灭 当然了 该去死的时候 你我都不会犹豫 滚雷 毒枪眼 给自己留颗子弹 咱们都办得到 可是同川 能活着为什么不活着 咱们都有不少遗憾 何必待着遗憾 轻而易举地去死 活着 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活着 那该有多好 至少后方可以少一个打仗的人 多一个冲锋穿插的战士 同川 记住 不管怎么样 就是那两个字 要知 同川的一番话 使林大林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至此 两人消除了误会 从此成为了生死战友 之后 在一次敌后执行穿插任务时 林大林不幸负伤失踪 同川与一名战士 冒着生命危险 去寻找林大林 两人很快找到了连长的头盔 此时的身受重伤的林大林 正爬向敌人坦克寻找吃的 他已经几天 没有吃上一点食物 正当他拼尽全力爬上坦克时 两名越军将他生擒 连长 连长 开枪 开枪 叫我开枪 在同川与战友的合力下 击毙了那两名越军 但在战斗中 林大林也被越军打了几枪 随后两人背起连长 一起返回营地 但毕竟这是在敌后 一路上又遇到了敌人的追击 经过一番激烈战斗 同川和战士 背毁了身受重伤的林大林 此时的林大林已经牺牲了 在他死之前 林大林给了他一份入党申请书 已经牺牲三天了 大林 你回到祖国了 大林 咱们五年又到上尖刀链了 放心吧 林大林牺牲后 他的弟弟林小林也参军入楼 正好被分配在了同川连里 当李明排长 此时的江曼也成为了野战医院的护士长 坐开你 你居然不是这人 缺了 你们怎么这样呢 靠边上 来来来 小大兵 拿奥帽 小大兵 来来来 小大兵 我骂你 你居然 你居然不老了 你 有毛 你怎么骂你 骂你 你急吗 你这干什么去 你这吧 你们别这样 你们就这么对待湘元 什么事 出了个帝国的小军官 你咋回 做何干的事 不服气怎么着 傻大兵 傻大兵 人家管什么闲事 走 这不服气 怎么着 不服气 走 来来来 大兵 你 你大兵 大兵 怎么打 你们拿着 出来了 打 好 你老体了 老体了 你小子 姐妹就打人了 姐妹就打人了 我一盖 怎么这么看呢 哥们算了 咱们精水不饭喝水 坐了坐了坐了 妈呀 我要不是穿着这身军装 竟然非叫你残废了吗 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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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吧 一名在前前受伤的战士 遇到李军流氓 林小林看到后 直接教训了他们 在国家威亡之际 他们不去参军打仗 保家卫国 却还在后方欺负手上的英雄 他们简直就是人民的败类 战士们 公山头守阵地 受了那么多苦 一个月奖金数是多少 保卫国土 为国家效劳 是每个军人的职责 拿什么奖金 那就不对了 社会主义也讲暗捞取仇嘛 我希望杨团长 除了宣传革命精神以外 也能透露点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我问你 用金钱能够换回 我那些伤员失去的胳膊和腿吗 用金钱能够买回 我那些烈士们的生命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你要多少 我们给多少 如果不是为了祖国安全的需要 你就是在那阵地上铺满了黄金 看哪个孙子愿意在那里待上一分钟 这是对月资未还基站的 主攻团团长杨永霞 当记者询问杨团长 战士们一个月能拿多少津贴时 杨团长气愤地 回怼了记者的提问 杨团长的话 虽然很直白 也很粗鲁 但是这句话 不正是代表了战士们的心声吗 谁不爱和平 谁愿意流血牺牲呢 同川在杨团长的撮合下 他与江曼的关系 终于重归于好 一场大的战斗即将打响 总攻前 世事大会如期举行 世事大会为战士们喝酒送行 而这一幕 却是当年真实的部队出征场面 只不过多加了几名演员而已 而导演也说出了 当时战士们的出征场景 因为他是四千人的世事大会嘛 那整装待发 这个场面 前面赶死队的第一排 那是侦察大队的 那都是今天晚上就是赶死队 当然让我们演员时到 其实当时是队长嘛 然后第二天 廖司令碰到我就说 因为前面那个第一排的 好多都没了 晚上就已经牺牲了 作为副营长的同川 仍然担任突击任务的指挥官 他们潜伏在越军防守的 无名高地步远处 战士们必须要隐蔽24小时 等待总攻的命令 所有人必须遵照命令 不能暴露目标 就在这时 越军军官一家三口 却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的孩子 更是走出铁丝网玩耍了起来 孩子更是将童子尿撒在了战士头上 幸亏没有暴露目标 杨团长从望远镜看到后 命令炮兵在越军身后打了几炮 才将一家三口下了回去 在漫长的等待中 战士们忍受了蚂蚁的叮咬 在面对敌人的炮击中 战士们受了伤 更是没坑一声 炮兵追 给我狠狠地打 打击了炮群 我切成的越来人你听着 你敢打我一炮 我就还你尸炮 总攻时间开始了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 呼机队向无名高地也发起了进攻 在牺牲了众多战士后 前沿阵地终于被拿下 只有那名越军军官还在赋于蓝抗 同传一缩死子弹 差点送他见了炎王 最终越军军官开枪自杀 只留下他的一对戚儿 同传没有为难他们 而是选择放了他们 正在他们坚守无名高地时 江曼率领医护队来到阵地抢救伤员 这时的敌人又一次向高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同传率领战士们继续阻击越军 随着战斗的激烈 一个又一个战士倒下来 战士王刚牛与围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在战士们的拼杀下 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打扫战场时 同传被一名装死越军扔来的手游弹 炸下了双眼 江曼为他简易处理了下 正当把他抬下战场时 同传却拒绝了 因为担甲根本不够用 他命令医护队抬着伤员 马上离开这里 而自己选择留下与仅有的12名战士 继续坚守高地 越军又一次发动进攻 同传在队友的指引下 扫射进攻上来的敌人 另一边的江曼 抬着伤员要经过300米的死亡线 就在他们选择避开死亡线绕道时 却发现了越军的巡逻队 江曼选择引开敌人掩护队友 在他打完子弹陷入沼泽地时 林晓霖带领伤员和队友 又再次返回救了他 由于越军已经接近主峰阵地 同传只能呼叫团部火炮支援 两栋腰 两栋腰 越军已接近我主峰阵地 请求炮火覆盖我主峰阵地 请求炮火覆盖我主峰阵地 两栋腰 请求炮火覆盖我主峰阵地 团长 别管我们了 下决心吧 别犹豫了 开炮 同传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 他被送到了后方医院 虽然心灵保住了 但他的双眼却永远失灵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不少的战友 挟洒经历 长面在这里 可作为一个军人 死是暂时的 生是永恒的 他们永远在我们团队的名村上 同志们 在我们的军功章上 在我们的军旗上 闪耀着烈士英灵的光芒 我们希望和平 我们不愿打仗 但是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践踏我们的领土 正是为了这神圣的天职 烈士们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两山轮战结束后 羊团长率领部队撤了回来 他们没有选择在白天返回 而是在不扰民的子夜凌晨进城 在空旷的街道上 只有一支威武雄壮的部队在行进 他们凯旋归来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世事如何变迁 我们都不会忘记这部凯旋在子夜 都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过牺牲的英雄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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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